每日神话 对于每一个在肉身中活着的人来说 追求性情变化得有追求目标 追求认识神得看见神的实际作为 看见神的实际面目 而这两条只有神所道成的肉身才能达到 而且只有正常实际的肉身才能达到 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必要性 是所有败坏人类的需要 要求人认识神 就得将人心中那些渺茫超然的神的形象除去 要求人脱去败坏性情 务必得先认识这些败坏性情 若只是人来做这个工作 以便达到除去人心中渺茫神的形象 那就达不到应有的果效 人心中渺茫神的形象 并不是用言语就可揭穿 就可摆脱 以至于完全除去的 如果这样做到头来 仍不能将人根深蒂固的东西除去 只有用实际的神 用神原有的形象来取代 人这些渺茫超然的东西 使人逐步认识 这样才能达到原有的果效 人认识自己以往追求的神是渺茫的 是超然的 达到这一果效并不是灵的直接带领 更不是某一个人的教导 而是因着道成肉身的神的缘故 正因为道成肉身的神的正常实际 与人想象中的渺茫超然的神相对立 所以道成肉身的神正是做工之时 就将人的观念都显露出来 借着道成肉身的神的衬托 才将人原有的观念都显露出来了 若没有道成肉身的神的对照 就显露不出人的观念 也就是没有实际的衬托 就显露不出渺茫的东西 这工作是任何一个人用言语都不能代替的 也是任何一个人用言语不能说透的 神自己能做自己的工作 任何一个人不能代替 不论人的言语有多么丰富 都不能将神的实际正常讲透 只有神亲自做工在人中间 将他的形象 他的所事 全部公布于众 这样人才能更实际地认识他 才能更清楚地看见他 这果效是任何一个属肉体的人 所达不到的 当然 这做工果效 也是神的灵 所不能达到的 神能将败坏的人拯救出来 脱离撒旦的权势 但这工作并不是神的灵能直接达到的 而是神的灵穿戴的肉身 是神所道成的肉身唯一能做的工作 这个肉身是人 也是神 是有正常人性的人 也是有完全神性的神 所以尽管这个肉身不是神的灵 而且与灵大不相同 但拯救人的仍是道成肉身的神自己 是灵也是肉身 不管怎么称呼 总归是神自己拯救了人类 因为神的灵与肉身是不可分割的 是肉身做的工作 也是神的灵做的工作 只不过不是以灵的身份做工 而是以肉身的身份来做工 需要灵直接做的工作 就不需道成肉身 需要肉身做的工作 灵就不能直接做 只能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做工 这都是工作的需要 是败坏的人类的需要 三部做工中 只有一部做工是灵直接做的 而其余的两部做工 则都是道成肉身的神做的 并不是灵直接做的 灵做的律法时代的工作 并不涉及变化人的败坏性情 也不涉及人对神的认识 肉身做的恩典时代 与国度时代的工作 则都涉及人的败坏性情 与人对神的认识 肉身做的工作 都是拯救工作中 重要关键的工作 所以败坏的人类 更需要道成肉身的神的拯救 更需要道成肉身的神的直接做工 人类需要道成肉身的神的牧养 扶持 浇灌 喂养 审判刑罚 需要道成肉身的神 更多的恩典 更大的救赎 只有在肉身中的神 才能做人的知心人 做人的牧者 做人随时的帮助 这些都是如今与以往 道成肉身的必要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